同學我們上課了 我上次的第九章我習體沒有告訴你們 你們做第六體的A跟B 第七體的A跟B 我們今天就講第十章 第十章是自選 主要是講電子自選 自選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我們要注意的 它不是空間的函數 我們不能用空間的變量來描述它 我們以前的破函數 我們以前的破函數是這樣子 如果是直角坐標的話 我們是用這個來描述 如果是用球坐標的話 用這個來描述 對 但這些我們對自選來說這些都沒有了 真清楚 就我們沒辦法用那個空間 空間的變量來描述一個自選的狀態 因為我們根本不曉得它怎麼樣 根本想要電荷怎麼分佈的我們都不知道 從實驗告訴我們 實驗告訴我們 它有兩個狀態 就是它的角動量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怎麼樣 它只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自選的 就SG它的角動量怎麼樣 在 G方向的角動量 它只有兩種而已 一個是正的二分之一 一個是負的二分之一 我們只知道這樣子 這是實驗告訴你們的 既然我們沒辦法用破環數來表示的話 我們最方便的就是說 我們在前面那一章 就說第九章 我們不是談個矩陣嗎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直接用矩陣來表示怎麼樣 表示這兩個狀態 這是正的二分之一 這是負的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表示 我們上一章是來講 用矩陣來表示一個狀態 還繼續的 或者表示破環數嘛 對 那我們因為沒辦法用這個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用矩陣來怎麼樣 直接用矩陣來表示它這兩個狀態 這是代表正的二分之一 這是負的二分之一 負的二分之在底下 所以這是basic set 就complicate 就自旋狀態完整集合就只有這兩個 很簡單的就只有兩個狀態而已 好 如果這狀態是二乘一的話 那operator算符應該怎麼樣 算符是幾層矩的矩陣 對 幾層矩的矩陣 對 二乘二的 所以這是正的 所以 所以這個算符呢 就可以用這來表示 給它 我們可以把二分之一提出來 所以二分之一 h bar 好 一 零 我們就還這樣寫好了 把h bar提出來 然後 二分之一 零 零 負 二分之一 我們把那個單位 把那個角動量單位把它提出去 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從地質到這一步 從這裡都是實驗告訴我們 這實驗告訴我們 這實驗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 我們可以這樣 描述那個電子自選的狀態 當然 角動量不是只有這個 我這邊寫一個 角動量當然不是只有Z分量 角動量還有什麼分量 因為它是向量嘛 對不對 所以還有X分量 所以 還有X X跟怎麼樣 X方向分量跟Y方向分量 那我們怎麼樣得到這兩個分量 等一下 我們怎麼得到這兩個分量 我這邊沒有人講話 我們希望得到這兩個分量 我打一個問號 怎麼去得到 我這一直在以前在講那個 講角動量的時候 我不是一直在跟你強調嗎 角動量三個分量要滿足什麼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commitation relation 還繼續呢 這等什麼 你告訴我 對 IH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對不對 我在講角動量跟你們強調 所有角動量 不管什麼樣的角動量 它的三個分量之間 一定要怎麼樣 都要滿足這個相同的 commitation relation 換之外說 你可以把這三個關係式 對 看作是什麼樣 看作角動量的基本原理 清楚了沒有 所以從這前提 對 從這前提 然後再加上這三個 commitation relation 你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這 這樣會嗎 所以 你們都抄了 那這邊我補充一下 他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電子自選的角動 不能用怎麼樣 不能用空間函數來表示呢 我們來講這句話 為什麼他不能用空間函數來敘述 因為如果能夠用空間函數來敘述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角動量牽涉到怎麼樣 牽涉到轉動 對 轉動的牽涉到怎麼樣 牽涉到角度 是不是 轉動就牽涉到角度 那我們以前也學過 我們角度的話 是θ跟φ的函數 是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看 如果L 我們知道 在這前提下 告訴我們L必須等多少 L必須等多少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L必須等多少 L必須等於什麼 等於二分之一 因為二分之一才可以 因為還是 角動量的G方向分量以前 等於是什麼 從負位都開走 一直到 到L哪裡 從負L 負L加1 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1一直 對 因為這個關係 這個commitation relation 還記得 那個commitation relation 告訴我們 就是說 角動量的 角動量的 這M 以前M 對不對 L 對不對 M是從負L一直到L 那如果M只有兩個 M只有兩個 M只有兩個的話 L必須多少 對 L只能夠必須多少 L必須等於二分之一 沒有其他的 L等於二分之一 我們來看看這個清醒 這個原則才會 這個原則才會 產生這 這樣可以嗎 這是因為 commitation relation 來的 我在講 交動量的時候 一直在跟你們強調這 這樣清楚嗎 從commitation relation 你知道說 假如 L等於多少 M必須要怎麼樣 從負L開頭 那如果 M只有這兩個的話 L必須一定是多少 因為 必須是二分之一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清醒 如果 L等於二分之一 這時間告訴我們 電子自選的角動量 它的 量子數 必須是二分之一 你們再複習一下 當M 所以 當M等於 L的時候 Y L L 你這個公式 你把M 代成L 這是以前我們有公式 對不對 這是associated legend function 然後 從後面那個 Y角的函數 這是ceta的函數 是不是 這樣子 那你把M 代成L 就是這個 變成這個 然後這個函數值 我們知道了 這函數值 這樣子 那先L只有二分之一 對不對 L如果是二分之一 就變成什麼 變成Stine theta的 開根號 所以是根號 就是如果 R能夠二分之一 如果R能夠二分之一的話 告訴我們說 最大值 就上面這個 就上面這個 狀態 它的 θ的函數呢 是跟到 Sine theta OK 這樣 這樣 親密去說 OK 我再把那個 順序再講一下 這實驗 實驗告訴我們 M是等於這個 這是從實驗來的 實驗告訴我們 M是等於這個 M如果等於這個 告訴我們 LBC等於這個 LBC等於二分之一 L如果等於二分之一的話 我們的 θ函數 就必須是 跟到 Sine theta 這樣順序 清楚了沒有 OK 那我們再看 會發生什麼問題 到這一步 看起來好像 沒有什麼問題 那不是 讓Sine theta 開根號 讓有這樣的函數 那我們看看 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都抄了沒有 好 那我們看快發生什麼問題 好 我們知道 Roring Operator Roring Operator 是從 Commutation Relation來的 從角重量的 上 Commutation Relation來的 那以前 我們已經證明過 這個Roring Operator 等於 它的 微分式 它四切四切 是這樣 然後我們把這個 作用到 作用到這個狀態 你如果把這個 把這個蒜糊 作用到這個狀態 把這個蒜糊 作用到這個狀態 你會得到這個結論 其實我剛剛用這個 你會得到這個結論 那我們從以前所學的 這個作用到它 會變成什麼樣的狀態 這個作用到它 變成什麼狀態 同時 這也等於什麼 對 Y 正比 Y 2分之1 然後怎麼樣 2分之1-1 所以是負的 2分之1 對不對 就是說 Roring Operator 它應該是變成 跟它怎麼樣 跟它這個狀態 怎麼這麼比關係 那這個狀態 我們如果用剛剛那個原則 的話 這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有沒有 我剛剛寫一個 我剛剛寫這個 來繼續的 那這個函數跟這個函數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Fy的函數 差別在正負號 正負號 就差 在前面有個正負號 你們還記不記得這個公司 還記不記得這個公司 那個 我剛剛有跟你寫這個公司 這是Citas嗎 這是我剛剛跟你寫的 這樣會的 那你在帶這個公司 就知道 知道是這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剛剛是跟你寫這個公司 對不起 因為這邊有一個負號 有沒有問題 對不起 這邊是M 負號在開 對 負一的二分之一 是多少 這變得敘迫 我 這邊是寫的是正比符號 所以這場數有沒有關係 這場數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目的是來說明 這個函數是根號 forest 但這個韓式是什麼?是跟θ倒數分之一 這樣清楚嗎?所以這個跟這個一不一樣? 不肯一樣,而且除了這個跟這個不一樣的話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個是什麼?是發散的 這樣清楚嗎? θ等於是發散的,π也是發散的 那我講這些的目的是什麼? 講這些目的就是說 根據我們以前所學的那個角度函數 角度函數的那些特性的話 是不肯存在L等於二分之一的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就要滿足我們以前那個角度函數的特性的話 L不能等於二分之一 L等於二分之一產生互相矛盾 這樣清楚我講的目的了沒有? 所以這裡就是我剛剛講這句話的原因 不能用空間函數來描述怎麼樣? 描述L等於二分之一的狀態 我們就回過頭來講這些 講這三個基本算法 就是SYSJSG在這裡 我已經寫了 在講這些算符之前 有一些很重要的特性 我們要 我現在底下跟你們講 OK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我跟你們介紹一個算符 對不起 介紹一個算符 就是一個符號 介紹算符的符號叫做SYGMA 這是向量 那這裡有一個名稱 這叫怎麼樣? 叫包裏矩陣 這是 這邊告訴我們 S等於多少? 等於二分之一 姓滿S 姓滿S 然後 SY 姓滿Z 這三個矩陣 這三個是非常重要的矩陣 它有個名稱叫 這三個矩陣叫做包裏矩陣 然後底下我們看 這三個矩陣有很重要的特性 那我剛剛寫的 這個矩陣 跟這個矩陣之間 就差一個二分之一H bar 所以第一個 包裏矩陣是沒有單位因子的 包裏矩陣沒有單位因子的 那它有一些很重要的特性 我們底下來求一下 都寫了沒有 我底下把包裏矩陣的特性 我講給你們 第一個 從這個commutation relation 從這個commutation relation 你如果把S就自選的分量 換成包裏矩陣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另外還有兩個 一個是Sigma Y 就是說包裏矩陣的三個分量是這樣子 它滿足這個commutation relation 另外一個特性是這個 另外一個特性是這個 就是說這三個矩陣 三個包裏矩陣的平方都是什麼樣 都變成是單位矩陣 都寫了沒有 從這些就得到這樣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我這邊把它加強 你們有沒有看出什麼特殊的地方來 你們知道這算是 Y在前頭 X在後頭 這邊是兩個對調 後面是兩個對調 這邊是前面的兩個對調 出去對調 這兩個出去對調 以前我們學的是 這邊如果是 這邊是負號的話 如果這邊負號這個等一點的話 這叫什麼 這叫commute 這兩個算本出去無關的 但這邊是正號 對電子來說 這是正號 他跟那個commute commutation relation 就是commute的話 剛好倒過來 所以叫怎麼樣 就是anti-commutation 我把他寫在這邊 我把以前的寫 以前的我們所寫的叫怎麼樣 叫commutator 我們用這個符號 我們用 這是方掛符 這是那個 怎麼講 什麼掛符 大掛符 我不曉得你們怎麼講 我知道這叫方掛符 這我不曉得怎麼講 這是 所以以後你們 以後你們看到這個符號 你有沒有知道它什麼意思 這是commutator commutator 這邊是符號的 這是anti-commutator 是正號的 所以對電子來說 對電子來說 它是怎樣 它是anti-commute 這有什麼特殊意義呢 我們看它 這三個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什麼特殊意義 有沒有問題 抄了沒有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結論都得到怎麼樣 得到包裏原理 這是非常重要的特性 也就是複名 以後你們沒有學到 你們如果學到統計力學 以後叫複名指 複名指 複名指 複名指就是滿職者 所以你以後就可以把這個 當作怎麼樣 當作是基本原理 想清楚嗎 從這些commutation relation告訴我們 就是同一個狀態 自選如果對稱的話 同一個狀態不能怎麼樣 一個狀態只能添兩個電子而已 這樣清楚嗎 就是從這個commutation relation來的 這是一樣的 你從這個做基本前提 得到包裏原理 這樣會嗎 那包裏原理我們會講到 多粒子系統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再詳細講 這樣清楚嗎 我這邊是跟你們強調這個重要性 強調這三個 Undercommutation的重要性 那底下 我就跟你們介紹那個 我們怎麼樣處理自選的問題 自選狀態的問題 多操了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我們上一章所學的 我們剛剛講過 這是我們現在的basis 這是我們的完整集合 對自選狀態的完整集合 那我們講過任何狀態的話 任意狀態都可以展開成 我們複習的完整集合 什麼叫完整集合 正義狀態或函數的話 但我們現在不能用函數 正義狀態的話都可以表示成什麼 完整集合的線性核 所以正義狀態 我們就可以選成什麼樣 我先用另外一個符號 在書上 我們用另外一個符號來表示正好狀態 以後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這個狀態 我就不用選成那個 不要簡化 用這個符號 用這個符號來表示這個狀態 用這個符號來表示這個 就 就 i跟 function 就是完整集合裡頭的兩個狀態 任意狀態 任意狀態就可以寫成什麼樣子 就可以寫成這兩個的線性核 所以我們就這樣寫 我們就可以這樣寫對 是這兩個狀態的什麼樣子 基本狀態的線性核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用矩陣表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子 alpha 這樣會了嗎 ok 那這個有名稱 這個 叫做一個 二乘一的矩陣 我們有一個名稱叫做spin 叫做一個二乘一的矩陣 一個二乘一的矩陣 就代表一個自選狀態 對不對 這叫spin 有沒有 然後如果 規一化的話 如果 當然我們也牽涉到規一 如果規一化的話 這兩個系式變成怎麼樣 normalization 規一化 normalization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我們講夠了 alpha alpha 就要等於1 對不對 等於是那絕對值平方 其實等於絕對值平方 那這個等於怎麼樣 等於alpha 就知道這兩個係數 這兩個係數或者什麼樣 或者二乘一這個矩陣單元的 絕對值平方 相加要等於1 相加要等於1 就規一化的spinner 我這邊加一個 這樣比較好了 就任意自選狀態 任意的自選狀態 都要寫成這樣子 好 所以自選狀態有幾個自由度 有兩個自由度 到這一步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 我們現在剩下兩分鐘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繼續講後面的 就要講怎麼樣 eigenvalue 跟怎麼樣 跟 eigenstay的問題 OK